这事你去办 我不能出面 他们对我有警惕 对了 告诉汪文 找几户分了户的户主 他这个事出问题 一定出在分户上 告诉汪文 让曹思自己来 别带着他媳妇 好 我明白了 去吧 你们家签回来多久了 回大人 回来三个多月了 这不 新盖的房子 东边还有二十请地 皇上没离呢 都是皇上的大恩大德 要不我们只能做他乡的 有魂野鬼了 你先别伤心 我问你 你签回来以前 住哪儿啊 这个 我的爷爷可怜 在桃黄的路上就饿死了 我爸爸两年前也死了 你不是说过 你后来在一个村庄定居了吗 我的爷爷啊 可怜啊 咱们这几家都是分户的 这是我弟曹石 咱们一户变成两户了 这不是废话 谁不知道咱哥俩 来来来 喝喝 来来来 喝喝喝 你瞧啊 给你们安排个客人 客人没到 你们倒先喝上了 您没说清楚啊 我们一直在等您 还以为您不来了呢 来来 里边请 里边请 我还要陪许大人呢 这样 这位兄弟啊 就留在这儿了 好啊 大人贵姓啊 他不是大人 他是大人的跟班 姓刘 刘老弟 千万不要怠慢了 好嘞 您放心 刘老弟 里边请 不谢 来来来 请请 来来来 请走 来来 我给你买上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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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我怎么看你面熟呢 你是不是去过 我们家酒馆喝过酒啊 是吗 不知道 县城这么多酒馆 咱哪家没去过呀 这遇到豪爽的了是吧 来来 喝 来来 喝喝 我跟你们说啊 我都好几天没喝酒了 是吗 咱家喝酒一个人没意思 说的好听 你咱是怕老婆呗 来去 来 瞎说啊 别怕老婆 是他怕我 怕我 你不敢喝就不该这样 还说他怕你 对 他真是怕我 他把我酒后 酒后什么来着 酒后说瞎话 这位小兄弟啊 长这么大 只听过酒后吐 深夜 没听说过什么酒后说瞎话的 没这么一说 我们不管这个啊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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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干了 来了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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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 来 来 吃了 来来来 月柔仙照 九照 敢问老伯 刘德家住哪儿 您知道吗 你 你是 我呀 我 我从京城来 是给皇上当差的 你是替皇上来报仇的吗 他跟皇上有仇啊 我不知道啊 这俺们心里都明白 圣旨商都说了 你不知道 要不皇上派你找到这儿来 我只给你瞧啊 你看 拐弯那个就是他家 我可告诉你们了 九后土真言 他就是九后土真言 是吧 还有一句话什么呀 九状 怂人胆 胆子大了 百人说真话 你看你说 那现在有皇上给俺们撑腰 有什么话不能说呢 哪有 你敢说啊 说啊 那我问你啊 分户的时候 你拿官府多少银两 二百两啊 二百两 明明是拿了一百两 你还说二百两 你这不是怕吗 来来来 喝 来 来 喝 来来 来 喝 来 来 喝 喝醉了 喝醉了 来 喝 气不来了 这你们了 喝了 喝多了 咱们这几个封户的 就是你胆大 满上满上 我没喝酒 怕 这喝了酒了 你什么都不怕 我知道你们怕 吃两个 不就是怕 说出来那二十请地 没了吗 可不是嘛 人家可是给我们讲明白了 两家 二百两银子 也扣下了 每户明明只收了一百两银子 可是账上 却积了二百两银子 然后一分户 还多出二十请地来 这个账 咱们不会算吗 小一百两 就是小一百两 那凭什么不想说 大叔 大叔 今天咱们到此为止了 你喝多了 哥 我听说啊 皇上这两天 马上就要来了 皇上派的钦差大臣 已经到了县里了 这 万一我们把这事给说漏了 皇上不许分户了 拿到的地契一收回 那 那个怎么办 那皇上就 就不让 不让分户了 皇上上纸上说是暗户 没说暗老户新户啊 老户两年前查了一次 原本应该是十年查一次 现在才两年哪 那先生 为什么要给我们分户啊 这还不明摆着吗 反正地又不是他的 那 地契不能掺甲 可是银子不一样啊 他拿地携你 量你也不敢为了地 说出银子的事啊 那皇上对咱们庄上 可是有恩呢 咱们可不能合着火来骗皇上 哎呀 皇上 哎呀 皇上 哎 对不起您啊 要我说 咱就是不能骗皇上 这可是欺君大罪 你 你没喝醉啊 你不喝醉了吗你 对啊 你不 你不是醉了吗 凭我的海量 就这点能把我撂倒 再来两坛也不在话下 刚才我趴桌上没动 就是故意听你们酒后吐真言呐 这 刘哥 您就全当我们酒后说胡话 别当真啊 对对对 就是 对对对 说胡话 谁说胡话了 我们句句说的都是真话 实话 别说了 实话告诉你们 本人是皇上特派钦差 刘伯温大人的手下刘毅 方刘大人委派 特来勘查此事的 我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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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别怕 代我禀报给刘大人 只要你们保证不喝酒 也能讲真话 刘大人就一定会在皇上面前 替你们求情的 刘大人 刘大人 你们先起来吧 赶紧起来吧 请问您是 请问 这是刘德的家吗 您 您找他 我呀 叫刘伯温 是京城来的御史钦差 有事向他请教 刘大人 我爹已经失踪三天了 求皇上饶了我爹吧 不是 不是 皇上并没有说要处置刘德呀 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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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人 您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 好吧 那既然你父亲已经走失 我不找他就是了 请回吧 请回吧 好 好 多 多谢刘大人 好好好 那 刘大人请慢走 快 快去吧 快 好 你快回去吧 快去吧 我啊 贝职从残存的遗毒里 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就这样 可是贝职不敢给他呀 为什么呀 这份口供里供出了八个孩子 由皇上领头 把刘德家的牛偷偷地给烤着吃了 你是说皇上领头 刚才我没看吧 大人是没看这东西 可是这东西卑职看了 那皇上小时候 他把那牛 我 噓 噓 噓 别说了 怎么了 还怎么了 你身为县令难道不知道吗 大明律有明文规定 凡是已涉及到有损皇家生育的记录 一律立刻封存 而且写是四个大字 严防扩散 凡是事先看了就犯了挖眼之罪呀 我该怎么办呢 大人救我 大人 怎么办 你怎么这么二啊你 什么二啊 你算是二到家了你 啊 真是 啊 救救大人 你可得救救我呀 啊 有了 啊 啊 你把这个一度封好喽 哦 头一页上写上四个大字 严翻扩散 然后立刻乘到 戴大人面前 就那个老书单子 戴 这个戴大人呢 他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你说 戴大人 您可以去请教刘伯温 刘大人呢 哎呀 你怎么喊也不明白啊 那这个刘大人 他要是这么 哦 他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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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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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我还不得现在就挖你的眼睛 真是 哎呀 被子 这就去办 爹 爹 吃饭吧 刚才啊 皇上派的青串来咱们家找你了 啥 看样子 是要抓你姥姥 你就是刘德吧 就是他 爹 戴大人 您要杯纸给您找的东西 杯纸给您找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是谁写的 这是杯纸写的 凡是涉及皇家的材料 务必要写上严防扩散 到时候皇上传你问话呀 你就这么一五一十说一遍 保管龙颜大悦 这样说能行吗 我怎么觉得是在蒙人哪 怎么是蒙人哪 这说明皇上是圣人 从小就能点石成金哪 是 爹 你这照着大人的意思说吧 哎 赶紧回家吧 就等着皇上传你问话吧 哈哈 呜 by bwd6